就等於是開啟 Google 瀏覽器 那你們第一個先確認一下 你的電腦裡面有沒有 Chrome 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請你把 iE 瀏覽器 再安裝一個 Chrome 那安裝之後 這個還會存在 兩個都會一起存在 安裝完畢之後 我們就直接把它開起來 那接下來就可以做一個登錄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有一個帳號 你就把它登錄 登錄之後 再到更多裡面有個文件 也就是說 我們的四串表 它是放在文件裡面 好 文件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 那你會想說 那我怎麼樣可以把我的椅子的檔案 放在雲端上面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把它從你的電腦 怎麼樣呢 上載 上載到雲端 放上去 才會有 所以呢 等到你安裝 Chrome 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上載 請你找到 你可以有幾個方法 一個是檔案 一個一個慢慢傳 或者是整個資料夾傳上去 那我們先利用檔案的方式來傳好了 找到邏輯 有沒有 邏輯函數 按開啟 開啟之後它會跳出這個地方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它預設這邊是會打勾 將文件簡報 試算表 有沒有 要轉換符合 Google 這個一定要打勾 假如你這個地方沒打勾 請你一定要打勾 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你傳上去的試算表 它不能夠編輯 特別注意 那預設已經打勾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更改它 按開始上載 上載完畢之後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在這個 等於是你的首頁 今天修改的文件 有沒有 這邊就會跳出一個叫做 這個 有沒有 我們的邏輯函數 那現在呢 它等於就是已經放到余端上面 放到余端上面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怎麼去做編輯的動作 我想你們先完成這兩個 第一個就是 請安裝 Chrome 第二個就是把它傳上去 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